第六题 均锐以同一指使测量某回文针的长度 其测量结果如下表 试问此回文针的长度应记录为多少公分 我们测量了五次 问我们测量的写法 表示我们要取平均值 老师上课的时候说过 取平均值 如果数据的误差太大 我们就把数据舍去不要了 那么什么叫做误差太大 就是准确值都跟人家不一样的 叫做误差太大 我们看到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跟第五次 他的准确值都是4 第四的准确值是9 这个误差太大我们舍去不要 所以我们只要取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跟第五次的数据计算就可以了 所以呢我们就发下线呢 我们就是4.6 加上4.6 加上4.8 加上4.7 这样算出来是18.7 18.7我们做了4次所以除以4 叫做4.675 所以我们的数字呢就是4.675 那么于是我们答案呢就应该选择了就是 A4.7公分 事实上呢我们可以不用计算我们就知道答案呢应该是A 原因是因为我们扯去了第四次之后我们发现每个数都是4点多 所以答案呢就不可能是租5.6公分 那我们看到他的测量的写法都是4.6 4.6 4.8 4.7 他只有取一位小数 所以不可能是两位小数或者三位小数 所以不可能是B或者是C 于是我们就知道不需要经过计算 我们也知道答案应该选择的是A4.7公分 就是第六题我们的答案A4.7公分